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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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打响 本来身已患病的徐向前报病指挥 可是 战斗实在太残烈了 沿西山赋于顽抗 他的雕宝群像一个个钉子扎在解放军面前 阵地得而复失 一批批解放军战士倒下 徐向前忧心如焚 急火攻心 救急发作 胸部大量积水 胸腹疼痛难忍 可是 他坚持在前线指挥战斗 忍受着剧痛 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徐向前觉得强攻不是办法 得知取 当他得知 太原城中国民党黄乔松军长有起义的倾向时 徐向前决定派人进城去和他联络 然后策动起义 理应外合 这当然是一个好计策 谁料 毛势不密 消息走漏 徐向前派去的联络员和黄乔松都被阎西山逮捕了 阎西山将二人家借到南京 除以枪决 乌鲁更坚连业语 徐向前病情严重 无法继续指挥 太原战役只好进入休战状态 直到1949年4月 为了尽快解放太原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又派来增援的部队 这时 集结在太原城外的人民解放军已达到三十多万人 毛主席还特意派彭德怀前来看望徐向前 彭德怀先是向徐向前传达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 然后 商讨了解放太原的战役部署问题 这时 徐向前请求彭德怀留下来 指挥太原战役 因为自己的病情丝毫没有好转 疼痛难忍 恐怕耽误战机 彭德怀二话没说 留了下来 和徐向前一起指挥太原战役 被围困五个多月 太原城渐渐招架不住了 阎西山见势头不好 悄悄开流了 什么毒药 什么棺材 都是做异用的 他才不会自杀呢 3月29日 阎西山离开太原 这一曲 就永远没有再回来 4月24日 在人民解放军的凶猛攻击下 太原终于解放了 38年后 徐向前透露了太原战役的一个秘密 他说 彭老总出来炸倒 对太原的情况完全不熟悉 但我说请他指挥 他侃然应诺 丝毫没有推脱 后来 战役其实完全是由彭老总在指挥 可是彭老总在发文告下命令的时候 用的还是我的名义 而从不属自己的名字 让人非常佩服和感动 说着说着 徐向前元帅不禁两眼泪花 这个时候 彭德怀元帅已经不在人世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